要进阶了 我要开始回去讲我那个 刚刚讲那个血液循环的那个故事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阶段 我们刚刚已经学到 怎么建立那个新制图的基础架构的阶段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如果我要把它拿来当做一个学习的工具 那我就会需要有一些技巧 你要比人家厉害 你要当学霸一定会有一些技巧 那些这些技巧呢 通常补习班是老师研究好 然后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是把他研究好的内容 让学生直接背 然后教你怎么背 但是我们等一下讲的部分呢 是有包含你怎么去弄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才是know how 就是你成为民师的know how 这外面也不会教你 因为这是他们吃饭的饭碗 那我先来讲这个故事 刚刚我们早上有提到 这一个 这个秋妈妈的故事对不对 就是这一课 国中的人体循环系统第四章 生物第四章 好 那这个 说实在的 我在国中的时候 因为我们理科人 也不是说理科人 我们这种比较不喜欢背书的 这也不是性别歧视 性别那个刻板印象 就是男生其实百分之六七十的人不太喜欢背书 不喜欢重复的东西 不喜欢重复的东西 那所以那些像社会科 语文科 英语科 英语科 历史科 生物科 这种都是要背的 那要背的东西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很本能的会反抗 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找不到好的方法去背他 好 那所以 我就用这个 这一个例子去 去让他们 学习怎么去使用新制度的进阶技巧 怎么当一个学霸 各位你这一段 如果真的会了 你的小孩都不用去补习 以后都不用补习 不用浪费钱了 不用去上补习班的 通通自学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那个我当初呢 是先 我现在讲做法 我先把那个自修翻开 因为我也是很多年没有接触这个 我就把自修翻开 我把他的所有的关键字直接先抓出来 所以 所以那个关键字里面 那个章节里面就讲两种循环 一个叫肺循环 一个叫体循环 那肺循环呢 主要是讲心脏到肺部 这中间的循环过程 然后运送的东西是 是二氧化碳跟氧气互换的过程 这个是肺循环 那体循环呢 它是在心脏跟肺部之外 肺部以外的那些东西 然后他的负责的工作是氧气氧分的运送跟二氧化碳跟肺物的交换 所以这一个叫体循环一个叫肺循环你要先理解这样的东西 好那这样的东西其实就蛮单纯的 那蛮单纯的东西其实就不用特别的去设计 不用特别去设计 但是接下来就复杂了 好接下来就复杂了 因为东西就很多了 你看血液运送的过程 这里面会讲到心脏的结构 那心脏结构呢 各位看一下下面这个心脏 那还好不是学医科的 学医科的那个记忆力都要非常的好 所以甚至有人那个学生晚上都抱着骨头睡觉 因为他们要认识每一个骨头的名称 所以抱着心脏骨头在睡觉 好那所以你看哦 那个心脏的结构 你把它切四半 上面叫心房 下面叫心赤 那左边的就是左心房左心赤 右边的叫右心房右心赤 所以一个心脏可以切四半 然后其实它很有规律 就上面是心房下面是心赤 对不对 然后左边叫做左心房左心赤 右边叫右心房右心赤 其实它是有规律的 那当你发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你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好 那个血液的循环是这样子 它是从下面出去 从心赤出去 然后回来是到心房 好 所以我就把那个规则给抓出来 叫做下去上回 好 下去上回 然后呢 它是左边的心赤出去 好 右边的心房回来 好 所以是左去右回 这个写错了 这么多年我竟然没发现 好 这个是左去右回 改一下好了 好 所以它的规律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你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就是左边下面出去 右边上面回来 对不对 好 好 然后这个肺循环是 另外一边的心也是下面出去上面回来 好 那所以你把这个规律 这规律你要让学生背的话 第一个你已经把它变成一个通则叫做下去上回 对不对 好 你已经变成一个通则 那通则这个东西就要变成一个口诀 口诀叫下去上回 对不对 那下去上回还算蛮好记的 那所以我就配合这个要让他们记口诀 我就配合讲了一个故事 好 那那个男生都有当兵 所以当兵的时候呢 那个有当兵的男老师就能理解 他因为学生国中阶段 他们还没有当过兵 那顶多是看过电影或者是连续剧里面的军教片 那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讲故事的方式 让他去了解这个情况 好 那就跟他讲当兵的故事 那当兵那个大部队里面180个人 在管 我们都是阿兵哥 然后那个阿兵哥的管理阶层叫做士官 那士官呢最最初阶的叫下士 但是下士是通常是在部队里面算是管理阿兵哥的最重要的那个人 都是他在操心兵的 然后至于他上面那个中士上士甚至是那个连长排长 他们其实不太直接管阿兵哥 那所以在部队的房间里面 那个部队大家都睡通铺 但是通铺的四个周围会有四个小房间 那个就是下士排长的房间 他们的房间是独立单一个单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套房 那只有阿兵哥是最大通铺 那所以在 所以在部队里面下士 就是住上房 就是下士就是那个下士班长 然后 他就是住上房 就是部队里面最好的房间 所以下士住上房 下面是新室 上面是新房 有没有下士住上房 这样一讲就很清楚对不对 所以只要他能够想到说阿兵哥的房间下士都住在上房 那所以下面就是新室 上面就是新房 好 好那讲到体循环的时候 血液的循环是左去右回 那左去右回这件事怎么讲 各位看军教片也知道 那个军教片里面 当一个阿兵哥被虐待 或者是说那个士官故意要整阿兵哥的时候 就是在操场上大家集合的时候 那个可能阿兵哥动作慢了一点 或者是向左转强转转错方向被处罚 那个阿兵哥就会被排长 被班长 跟他说全部武装 看到那一棵树没有 左去右回三圈 所以就看到那个阿兵哥全副武装 带着钢盔顶 然后背着那个水壶 然后带着枪 然后就朝着那棵榕树 就跑过去 然后从左边绕 左去然后绕出来 从右边回到部队 就跑三圈 你跑太慢或者转错边 他回来又踹你一脚再重新来一次 好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要把他讲故事讲得很生动 好 讲得很活泼 让他脑袋里面充满了那个很有趣 或者是很同情那个阿兵哥的那个印象 有那个声音 有那个声音甚至闻到他的汗臭味之类的 当你把这个东西 把他故事讲给学生听之后 学生普遍应该都会记得这个好听的故事 所以讲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身为老师如果不会讲故事 真的是枉费你当一个老师 你不会讲故事你要怎么引起他的动机 好所以你就把故事讲完之后呢 你看左去右回对不对 这是他部队里面常用的术语 所以左边的心事去 右边的心防回来 左去右回 所以这样是不是背起来就很容易 体伐嘛体循环 所以当事官那个班长要体伐你的时候 就是体循环 那体循环就是左去右回 所以体伐就是绕着术左去右回 左心事出去右心防回来 各位这样记起来了没 是不是就很简单又清楚 好然后再来背循环 肺循环的部分呢 因为他是交换气体交换空气的 交换那个二氧化碳跟氧气的 那所以呢 那个阿兵哥 因为就是你去部队当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有天兵 就是班长讲的话他听不懂 或者是说很紧张 那个很紧张的状况下 大脑已经一片空白 没有办法反应 那所以 所以刚刚不是被体伐吗 然后叫他左去右回对不对 那因为他缺氧 那个 在部队里面都会被叫废物 现在不能这样讲会被告对不对 好 所以他就那个废物天兵 因为太紧张了 大脑缺氧 大脑缺氧就一片空白 就会弄错事情 所以他就 就笨的右去左回气死班长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肺部是负责空气的循环 所以当他缺氧的时候 所以他就需要肺部 所以跟肺循环是连在一起的 那缺氧气体要交换 所以他那个阿兵哥是笨的右去左回 所以他的这个循环 血液的循环就是从右边的心事出去 左边的心房回来 这样一讲就 各位 心脏的结构 一清二楚 血液的流向在体循环 在肺循环这边一清二楚 对不对 那清除了之后 清除了之后 这个循环的部分自然就是由大到小 所以就是左心次出去就是最初的主动脉 然后变成小动脉 然后到微血管由大到小 然后在这边做交换 那个微血管的地方才可以充分的交换 在那个菜市场很多人地方可以充分的交换 那交换完之后回到小马路 大马路再回到右心房 右心次 这样一个循环 这边也是一样 大到小交换 然后小到大再回去 所以这样一个整个背下来 你其实只要把这整个故事讲完 再把那个规律给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小朋友 就完全可以记住了 完全就可以记住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 另外那个细部的部分我们就在 因为有些东西是需要图解的 所以我们就上网抓了一些图 这些图刚好可以这个 呼应那个课本里面的一些内容的部分 所以包括那个讲微血管 然后讲那个微血管道细胞 细胞的这个 这个长相 它的过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血液是怎么 怎么渗透怎么动的 然后那个循环用图去搭配 他们就就会直接有图可以看到就可以直接理解 那包括心事的结构 心事的结构 心脏的结构 那因为 这边我先岔开话题一下 因为本课程是使用媒体素养的这个经费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你不管是哪里取来的图片 请你要那个出处 出处就要把它给列出来 网路上找来的图片取至哪里 你一定要把它列出来 所以好我已经达到KPI了 我要跳回来 等一下还有一个地方 那更进阶一点 刚刚我们 其实这样还不够 就是我们在取用资料的时候 刚刚这个地方 这是台湾的教授嘛 对不对 所以为了尊重 我除了把这个图片出处给写出来之外 我还用脸书上去问了他们 给各位看一下 好所以我有上他的官网去问他说 我可不可以 那个孙教授我会介绍到 介绍到你 然后我会使用你的图片 那这张图片我可以拿来用吗 那我做出来会是长这个样子 请问可以吗这样 所以如果正式的 正式的那个引用媒体 应该是要获得授权 要获得授权 好我的KPI搞定 额外化了 现在回到这边 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把它补充给他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最难被的 最容易乱的地方已经被你找出规律 然后已经被你用一些口诀 用一些故事 影像去帮他协助做记忆 那这个对学生的组织的记忆的部分 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而且重点是 这个东西其实跟他的生活 比较没有关系 将来学生如果 除非他读医科 不然的话这些东西对他来讲 其实真的没什么用 那这种情况下又要考试的话 通常就是只能依靠记忆法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 让他最好是有先辈的经验做连结 那如果他没有这个先辈的经验 国中不可能当过兵 那现在的国中生大概也不太常看军教片 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军教片 但是现在很少 现在都看那个超人系列的 漫威系列的 所以没有在看军教片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什么 安排讲故事 做影像记忆 让你的大脑有印象 有印象这一件事 就会产生你的连结突出 神经元就会长这些东西出来 然后你再把你的顺序跟步骤 把它安排进去 那学生只要懂了 然后也能够容易记了 那其实他可以在白纸上 大概画一下 画一下那个心脏 切四半 他就知道哪一边是心房 哪一边心室 然后血液肺循环体循环怎么流 他画个简图 他其实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子记忆就完整了 好 那所以这个是针对这个案例 我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刚刚那个有老师问 那个图像怎么插入 其实就是在你要插入的节点上 直接上面有个插入 这边就有图片 好你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然后那个设定字型 大小出体 都在右边这边 这边有几个按钮稍微讲一下 第二个是格式 这个油漆刷这个是格式 所以你哪些东西 它的字要用什么字 然后那个 然后你的字型要多大 都在这边做选举 就做选举 改颜色 改形状 都在这边处理就好 然后这个第三个 是PRO功能 第四个是这些标记 这个标记蛮好用的 我们下礼拜六还会再讲一个 我们结合那个自主学习 会有一些 就是自己自制力学习的部分 有一些系统拆解跟工作清单 简合的部分 会用到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呢 第五个是样式 就是你这整张新制图要长 那风格要长什么样子 这个也是个人看喜欢就好 所以大概是这些内容 其他的我就没有在用 好 那所以这个是刚刚那个 怎么去用新制图 去设计那个记忆法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要回头来做练习